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猜Superman 台股大跌将近500多点 那么在400点到600点之间 振来振去 我想今天的这样子的跌幅 吓到了蛮多投资朋友的 不含我们自己早上 睡起来以后呢 发现赖讯息整个大爆炸 很多的朋友 不只是我们的会员 那我们也有一些 就是自己在交易室的 或者是有一些在 就是专职交易的 大家就想说 今天是不是就不用看盘了 干脆就是放假一天好了 反正今天多看 心情只会烦而已 所以在早上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都已经预期到 今天的行情不会太好 而事实上 我们要先跟大家讲的 包含延续我们前两天 跟大家说的观点 也就是指数跌破了五日均线 以后呢 你的震荡跟整理的时间 就要变长 而且指数其实说真的 在这几个交易日 都一直被压在五日均线 之下 所以在交易上面 本来就是应该要站在一个 比较保守 你的心态可以积极 但是你实际上的动作 应该是要比较保守 偏向持盈保态 那在今天一根长黑 可以下来 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加选指数啊 好像在这个月线保卫战 那你在技术形态上面 他就是相对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不急于在这个位置上面 去做太积极的动作跟交易 而在大底的第一天 我们也不会说呢 这个拉回修正马上就结束了 原因就是因为呢 你形态上 你也没有看到转强 你在盘中 你也没有看到资金 开始进来低接 这些我们都没有观察到 所以目前呢 这一个空方的势力 或力道呢 是比较大的 而我们等一下的节目 会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说 我们怎么去观察现在的行情 而这样子呢 拉回修正呢 到底是不是机会 我们必须告诉大家 是机会 只是时间点上面 大家要记得把握好 不要觉得好像大跌一天呢 我就赶快把所有的资金 拿去买股票 因为呢 在接下来应该还会有 不少的机会 跟空间能够让大家去操作 那虽然今天指数大跌 可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盘面上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在下跌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靠感觉 你数据上面也确实看到了 就是这个统计的数字上 也真的是有 大概两成到三成左右的股票 是上涨的 包含我们自己会员朋友 手上的一些持股 在今天的表现是逆势强势 所以大型的这些全职股 科技股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资金被逼出来以后 避风港就是获利机会 好不好 那我们在正片一开始之前 一样提醒大家 帮我们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 我们的最新节目 还能让更多人 看到我们的频道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从呢 大概从7月初 严格来讲 大概从6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提醒过大家说 虽然现在指数是多方架构 多头没有改变 那我们的操作心态 也要偏积极 那多方架构没有改变 你的顺势交易策略 就是怎么样 一直打下去 这些观点 我们在过去的时候 都一直不断的重复 跟大家交代 而事实上 我们也在这段期间里面 在7月初一开始的时候 做的还不错的成绩 可是我们心里面 还是会一直觉得 这个位置还是偏高 那会不会在后面有波动 会不会有震荡 所以我们一方面呢 当然在交易上 要去找获利的机会 但另一方面 我们心里面也做好了 就是大盘随时要震荡的 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在今天 或者是我们最近 这几个交易日 期货已经从高点修正下来 修正了1000点 那么这修正了1000点的 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其实没有到很恐慌 应该是完全不恐慌 因为你已经有先去想过 这样子的情境 有可能会发生 拉回修正跟震荡的情境 有可能会发生 既然你已经先想过了 你有了心理准备 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就不会恐慌了 而且你还可以提前先做好 有一些交易策略上面的调整 投资组合上面的调整 当今天震荡拉回修正的时候 心里面好像还有一点点小兴奋 为什么 因为你手上有现金 有空间可以减便宜 我们来回顾一下 7月8号的时候 其实当时给会员朋友的 这个分析 我们就讲了 外资的期货空单是不断增加 当时是28000多口 在昨天的时候 因为昨天是7月的结算日 所以外资的空单 大概降到了 只剩下34000多口 在最高的时候 一度来到4万多口的历史新高 所以外资的期货空单 就一直摆在这边 你说虽然指数一直在轮动 然后动不动就创新高 可是我们就一直知道的是 外资有3万多口 4万口的空单就摆在那边 所以我们才会在7月8号 当时指数还在涨 指数还在创新高 我们说了 接下来的操作是什么 有进有出 持股水位控制在5到8成 这样子的观点 他要讲的是什么 投资朋友在看 应该说是会员朋友在看我们 给大家的一些观点 或者是分析上面 其实大家要理解到的是 我们在接下来准备要做什么动作 而不是看到指数涨 我们就拼命买 看到指数跌 看到行情跌 我们就拼命卖 我们在当时指数 在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我们的交易策略是 有进有出 持股水位控制在5到8成 为什么你要居高思维 你要持盈保态 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行情很强 但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要all in吗 不适合 不适合 所以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讲法跟实际的操作 你必须要搭配在一起 不能说我想的是这样 结果做的是这样 那你没有执行力 你想的在怎么漂亮 你的规划在怎么完美 你没有去做执行 其实都是白搭 7月16号 7月16号 我们说了指数在5日均线之下 那台股线阶段 还是以震荡的格局来去观察 这个跟我们在节目上面 分享的是一模一样的 指数在5日均线之下 所以你震荡的时间 就会变得比较长 你需要时间去做整理 这些观点 我们的逻辑一直以来都保持一致 这个就是我们的交易策略跟方法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千万别拼命加仓 因为指数当时先创高 然后拉回跌破5日均线 我们也知道有投资朋友会觉得 是不是可以来捡便宜了 前面都没有跌 现在终于跌了 赶快来买 但是你说前几天才刚跌破5日均线 有必要这么急吗 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知道投资朋友在想什么 我们当分析师的其中一个责任 就是在该买的时候 我们要给大家信心 让你敢买 让你敢压大压重 抱得久 可是当今天震荡的风险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拼命加仓 因为在下跌再拉回的过程里面 一定有人觉得哇跌了 终于跌了 赶快买 跌第一天赶快买 那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嘛 所以我们该交代的观点 我们要交代 5日均线之下会震荡 所以别拼命加仓 那你如果在当时加仓 你今天遇到这样子大盘震荡的400点600点 你手上的持股 你说不被波及到很难啦 你一定都会波及嘛 覆潮之下无安卵嘛 所以你台积电联发科 红海我们等一下后面都会给大家看 其实在形态上来讲的话 确实是蛮弱势的 以短线上面来看 那你在全资股比较弱势的情况之下 你其他股票 很容易就被带赛嘛 就被拖下来 所以呢你前面能做多少的准备 你有多少的心理预期呢 会决定你今天在看行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紧张 如果你今天是手上持股水位很高 你的持股已经压满了 你手上没有现金空间的时候呢 你看到今天行情你一定会怕嘛 因为你很多的股票都是买在高档 可是如果你前面呢 有去做好持盈保态 有去做好分批获利了结 然后呢你手上留有一点现金水位跟空间 你看到今天大盘大跌 你的心情应该是觉得 哇机会好像要来了 机会好像要来了 所以同面的同样的行情 每个人的感受度会不一样 那这个感受度的好或坏 或者这个差别 就取决于你前面做了哪些动作 而我们会怎么做动作再重复一次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观点 那这个观点怎么形成的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呢 每一次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的这些逻辑 你有了观点就好好的照着观点 照着这样的纪律去做操作跟规划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们在前面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把这一个该做的调整 都尽量能先做的就做了 后面呢 如果真的震荡了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震荡吧 但如果真的震荡了 那代表我们的这一个新的交易策略 可能就可以准备拿出来使用 那到底今天在跌什么 很多投资朋友会想要帮这个下跌找原因 一觉起来发现这个台子起义盘跌了541点 哇赶快找找看啊 昨天是因为什么 川普又讲了什么话 拜登又乱搞什么事情 要搞什么制裁 哇艾斯莫尔的财报好像没有这么的好 各种利空满天飞 台股从来都不缺鬼故事 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还是礼拜二 礼拜二的时候我们有在这个节目上面 跟大家分享过 台股充满鬼故事 每个人都怕鬼 结果呢 没有半个人看到鬼 所以你市场里面总是一直在自己吓自己嘛 同样的例子啦 今天呢 假设我们就是说台积电前 上个礼拜嘛 开这个营收 那你开完营收以后第二季 第二季营收呢 是这个成长的没错 那可是你六月份的营收 事实上是越减 台积电六月营收是越减嘛 如果今天台积电涨的话 大家会说 这个台积电营收越减 符合市场预期 所以怎么样 涨上去 那如果台积电跌呢 哇 因为台积电营收越减 所以股价下跌 明明都是同一个事实 但是呢 市场就是很有趣 会因为股价的上涨跟下跌 硬要套一个故事到他们身上 那放到现在大盘一样啊 来我们看到了今天指数大跌嘛 大家开始找这个原因 找理由 找什么理由 都是拜登的错 都是川普的错 都是爱斯莫尔的错 所以你找出了这些原因 然后把它套上去以后 对于我们的交易到底有什么帮助 没有帮助嘛 但这个东西就是市场上面 会有的情绪跟故事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了解 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 我们讲这样子的故事 是要告诉大家 你要去了解到的是 我们在做交易 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做交易 我们是为了要去投资 我们要去买一些价值 我们想要去创作超额报酬 还是呢 我们是跟着市场的题材 在这边动来动去 那昨天啊 当然第一个就是因为呢 这个对与中国的一些半导体相关的 像是日本的一些供应链 有没有呢 要去做进一步的制裁的升级 这是第一个利空 第二呢 川普说 台湾的媒体就说 川普是在骂台湾 但其实啊 大家要理解到一件事情 川普是一个相当自大的人 我们说的是人格特质 不是批评他 他的人格特质 其实是一个对于自己 要怎么讲 他觉得对自己讲的话 或者是内心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他今天会骂台湾 或者会说你们这些台湾人啊 怎么样都抢走了我们美国晶片制造 百分之百的订单 他讲这句话 其实你要换一个方式想 换什么方式想 川普不是在说 台湾怎么样 很烂 反过来他觉得台湾很厉害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个这么自大的人 他说你台湾怎么可以把我们 百分之百的订单抢走 你有能力从美国 从川普的手上 把这些半导体晶片抢走 那不就代表是说什么 在川普的眼里台湾是有能力的人 台湾是一个有能力 可以把这些晶片的订单抢走的国家 不然他干嘛要抨击 如果你什么都做不到 他干嘛骂你 这个逻辑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川普其实在 讨论台湾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他发言的全文 他上下文连贯 他并没有对台湾有敌意 他并没有对台湾有敌意 那只是你如果只看中文的翻译 或者是看中文的媒体 好像大家都觉得说 川普在骂台湾 那你如果去了解了川普 从头到尾的发言 上下文的连贯 你会发现 他其实对台湾并没有敌意 这个是我们自己在看的 但市场就是喜欢这样子看解读 看新闻吧 那再来第三个是什么 来昨天艾斯摩尔公布财报 艾斯摩尔公布财报 第二季的营收 其实没有不好 第二季的营收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可是对于第三季的 这个财务预测 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更低 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 这些很厉害的 这些先进的我们说的 High NAEUV Hyper Hyper还没 Hyper NAEUV还没出来 就是这些光刻机 EUV的光刻机不是卖的不好 会导致它第三季的 这一个营收的预期 没那么好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部分 因为中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在艾斯摩尔这边营收 大约40%到45% 那大家也知道 现在美国对这个 中国的半导体的设备有很多的禁令 所以艾斯摩尔在中国的业务拓展 当然没那么顺利 大概影响到15%的营收 所以第三季 艾斯摩尔给出来的这个数字 没有这么的漂亮 所以股价直接重做 这是艾斯摩尔好不好 下面这是艾斯摩尔 股价原本走得好好的 直接跌破季限 所以昨天废半指数跌了6% 这个已经是这几年以来 单日最大跌幅 所以你看到了美国 他们面对这样子的新闻 前面就是一片的利多 在各种利多 你只要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股价的波动就会很大 这也是我们过去一直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观念如果你有了以后 你在看行情你就不会觉得 哇怎么变这个样子 哇怎么忽然重挫 所以大家把这些新闻结合起来 就会知道 好像现在台股的鬼故事越来越多 那你本来就知道台股已经涨比较多了 短线上面涨这么多 稍微拉回修正正当一下 涨个3000点拉回个1000点不为过吧 所以你在看这样的行情的时候 你要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态度 而不是大涨的时候过度兴奋 大跌的时候过度悲观 那你加权指数的话 今天跌破月线嘛 跌破月线嘛 一口气直接跌破月线 跳空 那前面你说多涨了 这不要说多涨啊 前面股价走得这么强 台积电带上去的 可是你会发现怎么样 到了这个位置大跌完以后 回到7月初的位置 甚至严格来讲 你是回到6月中的那个位置 代表你在操作上面 如果你是一直抱着 那你抱上抱下 你可能就白忙一个月 行情的操作难度高 就是因为它在上上下下 你永远不知道高点在哪里 到底高点在哪里 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够预测 你也不需要去预测 你一直想要去预测高点 这件事情不切实际 还会让你错过更多的行情 但是呢 你要有一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你指数行情涨多了 股价涨多了 它就是会震荡嘛 它就是会震荡嘛 所以你跌破月线 你也不用太恐慌啊 我们前面 跌破5日均线的第一天 我们就先提醒大家 跌破5日均线 所以怎么样 你需要时间去做震荡跟整理 然后你看到了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四天都没有站上5日均线 你就知道这个行情 它整理的时间一定会拉长 因为你一直站不回5日均线 你站不回5日均线 你在形态上面 你就不会说它短期是强势的嘛 它是一个整理震荡的格局 那你今天跌破了月线以后 完了这个震荡的时间 修正的时间 势必就要拉长 因为你跳空跌破 这里留了一个跳空缺口 上面也有 其实台股这波 有很多的跳空缺口 这些缺口已经数不完了 一个一个缺口 那这些缺口呢 它到底要不要去回补 去回补这个缺口 或者是它甚至就是不补了 那我觉得在目前 行情上面的观察上 因为台积电真的是 对台股影响比较大 所以不要去纠结说 到底哪些缺口会回补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按照纪律跟规划来操作 跌破五日均线 我们就知道了 行情要整理嘛 那你的操作 就要比较保守一点 跌破月线呢 不好意思 这个短线上面 是转入的讯号 转入的讯号 但是啊 我们一样提醒大家 2024年就是一个大多头年 所以它虽然转弱 但你也不需要 就是你不看多 你也不要去做空 记住哦 不看多你也不要去做空 我们对行情居高思维 不是叫你去打空单 2024年就是大多头年 你顺势而为 讲得很容易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 很多投资票 会觉得看这个行情不爽 我要赶紧去空 空死它 结果呢 没有把行情空死 只有自己放空的股票 先死掉 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讲的 资产累积 不是一件好事啦 所以我们目前观察行情 确实短线上面 有转弱的讯号出现 但是呢 在这样子的震荡过程里面 只要出现了直稳 转强 重新站回五日均线 那个位置上面 反而都是大家要留意的好买点 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嘛 事后找理由 这件事情我们不做 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是 我在意的是呢 这些事件会不会改变趋势 什么叫这些事件 我是问大家嘛 前年没有制裁过 这个中国的晶片吗 有嘛 去年没有吗 也有嘛 今年没有吗 也有啊 那 以前都有发生过的事情 那结果台股在今年 美股在今年2024年 都不断创历史新高 那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你没有道理 因为今天跌一天 跌的比较重 就忘记了 哇晶片制裁好可怕 晶片制裁是大利空 所以股市要崩盘了 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你不觉得你前后的逻辑 不太对吗 一千 今天被制裁 台股还能够创历史新高 美股还能创历史新高 那今天呢 还说只是 考虑要怎么样 提高这个制裁的力道 所以就先跌了 那这样子跌下来的话 你参考过去的经验 它不就是一个好机会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观点 在讨论上面的时候 我们不会因为股价的涨跌 行情的涨跌 就随随便便去调整 去改变我们的观点 我们前面告诉大家要居高思维 这句话在上涨的过程讲才有意义 你可能会觉得说 老师一直害我错过好多行情 老师一直在恐吓我 老师一直在说这个行情 可能会震荡 会下跌 会修正 在涨的过程里面 才要提醒你居高思维 难道要跌到今天 你生活已经修正1000点 大家要记得居高思维 来不及 所以我们在做的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在事情 还没有发生之前 先帮大家演练 先帮大家演练好 什么时候发生 会发生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不知道 但是你要先做好准备 当今天情境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才不会手忙脚乱 台积电跌破月线 今天下午法说会 会不会给出 相对好的利多 或者有什么重要的讯息 要去做留意的 我昨天在这一个 去东森录影之前 我有录这个podcast 跟赵豪 赵豪与古惑仔 的这一个podcast 我们里面有聊到 关于台积电怎么观察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 我们今天节目上面 就不多讲了 但是台积电在这个位置上面 跌破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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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样跌破月线 就看今天下午法说会 能不能给出什么大利多 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是 市场已经可以预期 到的 我们想聊的是什么 其实在上个礼拜四 我们录影时间 大家看左上角录影时间 7月11号 我们就有聊到台积电了 当时呢 就是 贝拉 主持人就问我们说 那老师你觉得台积电 有没有机会上1400 我说在短期上面 这个价格显得有一点点贵 我认为台积电上方的空间 应该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大了 我们知道去讲台积电 可能就是好像讲的 他没有办法继续喷 会得罪很多人 会得罪很多投资朋友 可是分析师的工作 就是要讲真话 我自己在算这些估值的时候 我就觉得 怎么算 好像上方的空间 就没这么大 7月11号 7月11号是什么时候 台积电在1080 最高点的这一天 所以我们不是看涨缩涨的人 我们也不是看涟缩涨的人 上礼拜四在录影的时候 台积电是大涨 跳空大涨 到历史新高1080元 在这一天 我们的看法是什么 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觉得上方的空间 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大了 我不知道投资朋友 听这段分析的感觉是怎么样 会觉得我们在唱衰台积电吗 也不是 我觉得台积电很好 我觉得台积电很厉害 就台湾最强的公司了 但是你做股价的操作上面 它虽然大涨 虽然很强势 但我们呢 站在一个理性跟逻辑的角度上面 我们会觉得 它的空间可能没有这么大 所以我们要在节目上面 先跟大家聊这样子的情境 又回到我们前面讲的头节 我们先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先跟大家做讨论 让大家有个心理准备 你能够去先决定自己 在未来你的交易 应该要怎么去做 再来联发科也是一样 前面 哇 涨上去说真的联发科都还没有创新高 股价在这边重新跌回季线 那季线能不能有支撑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 接下来三到五个交易人 你必须要去做观察 但是形态上短线真的是转弱 特别是呢 你跌到这个位置上面 代表前面这边全部 包含前面哦 都是套牢量 你涨上去以后呢 你要不要先消化这些套牢卖 必然是要的嘛 所以联发科的这个形态呢 跟台积电比起来又更弱一点 因为他上方的这个套牢量说真的不算少 那他就需要怎么样 你要嘛就是很强势的 有一个大力多 把前面的套牢量直接全部吃掉 不然你就是要用时间来换取空间 再来红海的部分呢 他的形态就介于这个台积电跟联发科之间 一样跌破了月线 那你说回到了前面除息的这个位置上 那我认为啦 其实红海大概算是在这几个月里面 第一次跌破月线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你前面已经有赚到了 那我们一直有跟大家提醒过 红海呢 有上去 我们都还是站在一个获利了结的角度 不是说他不会涨 而是他就是短线上面涨比较多嘛 所以你要把获利先放进口袋 你有价差的空间可以操作 后面有震荡出现 现在有震荡出现的时候 你才有机会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 把它捡回来 所以我认为啦 红海他还是在一个多头结构上面 这件事情没有疑虑 他还是在一个多头的结构上面 那只是呢 你要不要去赚这样子的价差 如果你想要去赚价差的话呢 你可以先呢 怎么样 先把前面已经赚到的 先去做获利了结 那如果你已经手上没有股票的 那你不妨等着他怎么样 直吻 在打出一个小底部以后 转强迅套出现的时候 那个位置上面呢 或许就是你下一波的上车点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 你会发现大型的全职股 都在震荡跟休息 可是我们其实在前几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把大部分的资金 配置在非全职股上面 我们去做调整 那其中一个是什么 我们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有带会员朋友买一档 4760的琴凯 我们在什么时候买 在修正下来的时候买了 得到这个位置上面 价值浮现了 129到132在这个位置上面 我们买完以后 股价在昨天一度攻上涨停板 一度啦 然后后来 因为你前面有套劳卖压 套劳卖压你就是要去消化 所以股价呢 最后大概只收涨了 我记得好像3%还4%吧 但是在今天指数大跌的情况之下 股价还能够逆势冲高 在我们录影的时间涨了3% 所以这是不是一间好公司 我们一直强调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你要去留意好公司 因为好公司呢 它杀下来是让你减便宜的 一样啊 前面大涨的时候我们不买嘛 然后我们呢 杀下来以后跌下来 有回档修正了 来到一个我们心里面觉得 哇 好像有甜甜价的感觉了 上车 你买在130 昨天涨到152 说真的啦 短线上面你一张能够赚2万块钱的股票 我觉得也算是补小补啦 那你说后面股票怎么看 在大跌的情况之下 它还能够逆势 涨幅还蛮大的 代表这间公司已经有筹码 有法人进来 投信已经开单 所以后续我们的看法怎么样 你一定是上方还有空间 上方还有空间 而且这张股票 我们打的成数还蛮重的 我们呢 总共会员朋友 这个是我们全部的会员朋友都有的股票 全部的会员朋友都有的股票 而且全部的会员朋友手上 基本上你应该都要有两成的部位压在上面 所以呢 你能够买在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 有人买的比较高也没关系 至少啦 从那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的话 你手上有持股 你一定都是赚钱的 赚多赚少的差别 所以在下跌的过程里面 你还是会有股票可以上涨 那你要做什么 把股票把资金配置在这些呢 更强的投资组合上面 面对波动跟震荡的时候呢 你的耐受度就会比较高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选股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其实在过去这段交易时间里面 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玩具 就是那个你去按鳄鱼的牙齿 或者按那种就是会有什么狗狗的牙齿 我们今天等一下还有道具 按那个牙齿 你其中一颗按下去上面就被咬嘛 那我们在操作上面其实就跟这个很像 我们今天有实际的东西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我们请出的狗狗 实际狗狗 要咬人 要咬人 那上面呢 我们就说了 这些骨头就有点像是什么 能赚钱的股票 获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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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从底部起长的股票 你买到一档 它涨上去了 怎么样 它就少一档嘛 你股票如果全部都涨上去了 你获利机会就小 所以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们在获利机会多的时候 干嘛 我们要积极一点 就像小时候我们在玩这个 你压对一颗牙齿 拿到一颗糖果嘛 压错就会被咬嘛 像这样 我们压看嘛 第一档就被咬到 那这样你运气不好 所以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 其实就很像这样子 你有点像是在选择 但你永远不知道 风险什么时候会出现 当你今天选择很多的时候 这个你的胜率就会比较高嘛 因为你在低阶 低位阶的时候 你买就相对比较安全 你要一直压 一直压 然后你可能已经压到了 第不知道 第几颗 第十颗 压到这些骨头 越来越少了 你最后都知道了 剩下几颗 一二三四四根骨头 你能操作的获利机会 这个空间就相对比较小 你还硬要去买 硬要all in 那你被咬 这个你不能怪别人嘛 对不对 你莫名其妙就会被咬 所以 在交易上面 跟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体验 其实应该是 有一些可以 能够去做比较的 你在做交易的过程里面 你要去思考 说我还有多少的空间 能够赚 台积健在1080的时候 你觉得有没有机会赚 有啊 剩两颗牙齿 剩两根骨头 你能不能赚 你有机会 你有二分之一可以赚钱啊 但你买错了 可能就会被咬嘛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怎么样 在这些操作空间 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比较积极一点 当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 操作的空间 可能没这么大的时候 我们就要比较保守 我们就直接拿 实际上面 这个玩游戏的例子 来跟大家去做比较 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 最后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点信心啦 就是你不要看到股价跌 或是指数在震荡 你就悲观 前面 台积电在1080的时候呢 大家都在想说 哇台积电好强哦 哇台积电都买不到 哇台积电我买不下手 一张要一百多万 还没进来的人拼命想要进来 还没有买到台积电的人 拼命想要买台积电 说哇早知道就all in了 来今天跌下来跌破一千块 一张不用一百万了 然后呢 敢买吗 敢买吗 大家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 是不是跌下来的时候就不敢买 那如果后面台积电 真的要涨到一千两百块呢 是不是又后 哇为什么当初跌下来 跌破千元的时候 我没有买进 所以你在交易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一直后悔嘛 那么你就会一直后悔 人就是这个样子 这件事情无可避免 所以你要做的是 不要被这些情绪影响 你要有策略 你要有纪律 你要有规划 照着去执行 那你已经呢 在前面1080买到台积电的 你好不容易进来了 你硬着头皮上车了 你剩下两颗牙齿 你还是给它按下去了 已经进来的人怎么样 拼命想要出去 买在一千块以上的台积电的 投资朋友是不是现在会觉得 为什么我当初要买那么贵 好想要它拉上来 我就要赶快出 一定会有一部分投资朋友 觉得他只要股价拉上来 我就要赶快出去了 所以在股市里面 同一档股票 同样的行情 还没进来的人 拼命想要进来 已经进来的人 拼命想要出去 这件事情 在未来一定还会 重复的不断发生 那你要被这样的情绪 一直荼毒自己 我是觉得不需要 不要这样荼毒自己 你要做的什么 当今天股价在拉回修正的时候 你真的想要买这间公司 你反而应该要去留意到 它跌到了哪一个位置上面 开始出现的价值 有了这样的价值的时候 你逢低去买这些股票 你在操作上面 获利空间自然就会跟着变大 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投资朋友 赶快帮我们订阅起来 还有更多的资讯会放在我们的群柱里面 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 都能够跟着我们的频道 一起成长 一起赚大钱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